其實魔術貼和鞋帶都能夠保護到小朋友的觸摸 兩者是沒有太大的分別的 但穿之前爸爸媽媽真的要留意小朋友 有沒有綁著鞋帶或魔術貼 這樣才發揮到它的功能性 除了傳統的綁鞋帶方式之外 現在都會引入一些新技術 就是利用不鏽鋼絲 一按一鈕就可以調節鬆緊度 一拉就可以放鬆 令到小朋友穿鞋的過程更方便 一雙鞋子主要由側面和後巾位作為承托力 側面的話我們要留意縫合度是否緊密 而後巾位的話我們可以用手捏一捏 會否過度柔軟 因為如果過度柔軟的話 小朋友就會失去支撐力 我們在檢查鞋底方面 可以檢查一下會否鞋底已經腐蝕了 或者已經失去彈性 如果是的話真的要馬上跟換 不然會影響到腳仔的發展 其實一對好的鞋子 最好是一個流線型設計 它不會受到外力的影響而變形 也不會影響到小朋友走路 姿勢會奇奇怪怪 例如向內白、向外白等等 小朋友腳項是比較多 我們選擇鞋生物料 最好選擇透氣度高一點的物料 而且鞋底最好有一個坑紋 以內磨和防滑料為主 就會加強整體的避震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